欢迎来到BetterMe 我是节目主持人邱文仁 今天真是太狂喜了 因为我今天访问的这位来宾 她事实上是我所崇拜最优秀的主持人 赵婷小姐 我是赵婷的 赵婷小姐的来宾 已经我想有六七年的时间 二十岁的时候开始 二十岁的时候 今天终于有机会坐在对面 不过等一下听众朋友 你可能会发现 这个整个采访会来一个大转婚 因为我相信赵婷小姐 她也有主持人的天性 所以等一下麦克风应该会被她抢回去 应该不会吧 大家好 邱文仁小姐你好 为什么要叫赵婷小姐 这样好怪哦 因为我今天太高兴了 我头一次访问您 我也很高兴 接受你的访问 而且你知道我这种人是个懒散的人 中午十二点以前通告几乎都不接的 真的太荣幸了 不过小婷 你说你是个懒散人 在我的印象里 蛮懒的 你应该 不是吧 其实你应该知道我是一个蛮帅的人 因为我们曾经到过大陆 对不对 我们一起去参加金鸡百花奖的这个颁奖典礼 我们赵婷小姐还上台去代表我们台湾领的一个奖杯 然后特地这个请文仁跟我一起去嘛 非常难忘的一个经验 然后你就会发现我是一个帅婷 就是当你还在外头逛街的时候 我已经在那边洗头 然后也不太喜欢逛街 然后也不太喜欢这个 可是我当时看到那个状况 我不会把它全视为说你是一个很散漫的人 我那一次跟你学习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有看到说你怎么样去认真的经营你的主持 还有演艺的事业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下榻旅馆的时候 你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大皮箱里的衣服 每一件都非常精致美丽的衣服 拿出来 拿出来 因为怕皱掉 怕皱掉 然后那个给洗非常多 那以一个经常也是到处旅游的我来说 其实身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家当 那我有时候去上节目嘛 好像也就是 嗯 好了 就随随便便的 不会不会你穿得很好 谢谢 可是我那个时候就看到说 哦所谓的专业人士是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准备跟排场 这个是其实我那次去跟小婷一起参加经济百花奖的那个活动的时候 一个很大的收获 谢谢 所以我真的不感觉到你是一个很刷先的人 谢谢 今天主持人讲的比较多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第一次 就是我 因为我最近签证出书嘛 然后去上节目以后觉得非常的不习惯 因为通常我们当主持人 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就让来宾讲 那现在就是别人问我一个问题 要我把它讲 讲完 那我自己当来宾的经 就当主持人 今天就是很讨厌那个来宾只讲一句话 可是我也很怕 有的主持人也很怕来宾讲太长 所以那个长短的拿捏 我觉得我现在还在拿捏当中 我记得我们那天的对话 那天是小婷非常非常的帮助我 非常鼓励我的 去替我做我第十七本书行销自己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广播的宣传吧 对那那个时候我也知道说小婷她出了一本新书叫我是小小巴菲特 谢谢你帮我写推荐 谢谢谢谢 是我的荣幸啦 结果那天小婷在这个录影的中间休息的时间 我们就要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小婷长久都是当主持人 那我是当来宾 那我自己知道来宾有一个天职 就是你要讲多一点 要不然主持人准备了十个八个题目 对 你每个题目你都答说 嗯 是 嗯 对 那主持人要怎么样把这一集给称完 对啊 所以自从我当来宾之后 我真的就不会怪王妃了 以前访问她 她不怎么说话 说事实上有时候我们的问题 真的她也不知道怎么说 这张专辑如何 就这样啊 反正我天职就唱得很好啊 那要我说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你当角色互换之后 其实就可以了解到 其实有时候当来宾也是蛮辛苦的 所以其实当来宾跟当主持人 我觉得她好像都是用口语表达能力在工作者 可是其实她在专业上 还是有所不同 不过那次那个音乐小婷帮我很大的忙 所以我心里就一直有个心愿说 我总有一天呢 要采访这一本 我是小小巴菲特作者赵婷 也就是 这可能是一种吸引力法则 当我一直持续的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成功了 谢谢谢谢 其实这本书啊 我本来是希望 它叫做小朋友的第一本理财书 后来呢 没有想到呢 这个出的比较慢 听说这本书的书名 已经被人家用了 可是你知道吗 因为我从小 我其实我不是学戏剧 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广播电视毕业 我是学中国音乐的 那你知道我的很多的同学啊 现在都是在国家国乐团啊 台北市立国乐团等等 那他们对于 其实他们就是每天都专业于教书 或者是演出 居然有三个同学问我说 请问巴菲特是谁 嗯 好 好 我是忍住我的笑意 不能笑他们 对 然后我就要跟他解释一下子 所以我觉得其实 对于 出这本书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 其实我本来是想给孩子看 后来我发现 其实对于很想投资的人 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可能不太知道如何做投资 也许某一个公司会理财专业跟你说 哎呦你这个可以 他讲了很多的术语 专用名词 其实他们都听不懂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本书比较适合 初学想要进去投资理财 甚至想要让自己呢 在这个人生当中 对财经的知识更了解的人 都可以阅读的一本书 其实我认识小婷真的很久了 那我深深的感觉到一件事情 就是小婷她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蛮以利他的角度为出发 这点让我觉得很感动 其实我不觉得你是刷仙人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真的吗 对对对 但是 有点宅对不对 呃 其实跟你一样啦 其实你也是 毕竟你是一个处女做A事 因为我觉得啊 不要觉得文人好像每次出来呢 都可以侃侃而谈啊 那其实我有时候呢 这个有时候私下打给他 他如果没事在家里头 他其实都不出来的 对我很少出门啊 就你是一个两 呃怎么讲 其实我们两有点像 就你出来的时候 给人家感觉好像很欢乐 可是你回家之后 其实你就不太想出门了 哦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实在太累了 嗯 你知道吗 我到现在手上还有六个专栏 哇 光是要交那六个专栏 准时交稿 因为我自己一直有信念 就是说 你不要去耽误人家 不管你今天是呃 广播的制作人 或电视的制作人 或者是今天专栏的 嗯 这个主编 我都很怕对不起人家 嗯 所以我花了真的很多的时间 在创造那些content 嗯 那我发现创造content 真的是一个超累的事情 尤其我长期以来啦 至少在之前 十几年的时间 呃都一直有班上 嗯 然后呢 自己好像又有一点点 在外面 能不能叫艺人啊 算了算了 居民人物 嗯 一种身份 嗯 然后呢 我又对于写作这件事情的耕耘 没有停歇过 其实这三件事情加起来 就是你把自己的时间都填满 因为太多事情都想做好了 对 所以你没什么时间休息 所以我最近很严肃的在想的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在我的复杂繁忙的生活中去理出一条头绪 理出一个头绪可以让我的日子变得更轻松一点 所以我昨天在Facebook上还还放了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每天都疲于奔命我希望能够早早点找到就是让我日子比较轻松一点的做法 就是把手机关掉 电脑关掉 出去度假五天 世界还是一样运转啊 虽然是如此 可是我我其实在用那个3C工具啊 也是处于比较慢的 因为我光去学习 比如说笔记型电脑什么 我都比旁人慢很多 但是我发现我很糟糕 我一开始拥有的时候呢 我现在有一台桌上型电脑 我有两台笔记型电脑 那我的iPhone是可以上网的 再加上我还有一台那个Galaxy 三星的Galaxy 然后这一切我原本认为可以帮助我的工具 它们全部加起来就搞得我快要精神分裂了 我很好啊 我有iPad 1、iPad 2、iPhone啊 都是那个i系列 最近想说要爱国一点买一下HTC嘛 人家好歹也是3D要出来了 对不对 也怕说到时候这个被告智慧财产权 总是要鼓励一下宏达店嘛 我这用的非常好耶 你都用的非常好 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突然会收到email 然后你知道像很多人都不太了解我们的工作 就是说你们的工作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工作就是很奇怪啊 昨天我就收到一个email 就说要找我主持一个节目 然后大概 然后我们就用email 你知道因为现在的新兴人类跟我们不一样 八年级七年级的同学 他们不太喜欢打电话 好奇怪啊 他们就用email 那我就用email跟他把这个case 谈定了 谈定了 那今天早上呢我来的路上 他就说那你可以不要帮我 给我一张你的照片跟350字的简历 因为他放在节目单上 是 我就在车上就email给他了 事情搞定了 对所以我觉得虽然我拥有那么多的工具 可是我毕竟还没有学会怎么样好好的善用他们 也就是说并不是这些工具害得我的人生更复杂 而是因为我还没有去熟悉他们 所以没有办法善用这些工具来让我的人生更好好 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我觉得用手写文章 跟用电脑写文章对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还是要用手写文章吗 我现在比较好 但是我记得我的硕士论文的时候 我是用手写然后key进去 因为我用电脑写文章 我没有什么的那个 feel 对没有feel 我一定要用手写 手写的感觉 那现在比较好了啦 就慢慢有锻炼 好那请我们的来宾赵婷小姐休息一下 那我们下节再回来 要休息啦 我还没开始讲 好我们下节再回来